大家好 我是Tim哥 我現在人在台中 那今天來台中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這麼大一片 這是平林 台中的平林公園 平林公園 那我今天來這邊做什麼呢 今天要來開箱一個很特別的產品 大家喜歡被人家放鴿子嗎? 大家喜歡放鴿子嗎? 就是這個產品 他有得了台灣精品獎 那我今天特別從台北下來台中 來跟這個廠商來對話一下 看看他這產品到底有多麼厲害 那我們在我去見到廠商之前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三二一開始 今天是一個得台灣精品 一個叫他是追蹤賽哥的產品 但是老實說 這個我不是很熟 所以我一定要找到這個產品 他們研發的人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跟你講這是全新的喔 絕對沒有人知道 也沒有人開箱 講那麼多 你歸姓 我姓林 姓林是不是 所以這是你研發的嗎? 不是 公司研發的 誠實很好 這個全名叫什麼可以讓大家知道嗎? 我們公司研發的產品是吉祥的GPS軌跡追蹤器 他主要用意是要打破老一輩的他們平常在訓放 都以他們的觀念來判定說鴿子是他飛去哪邊啊 然後為什麼沒回來啊 什麼的 我先插一個話 什麼是訓放 就是他 像平常他們訓練 訓就是訓練 對 那放就是 飛出去 然後再去一個定點 然後直接放到 放飛回來 然後回到他們的 就是家 就是一個鴿舌 我問你一個問題 那種鴿子有沒有真的是 飛出去的話就不想再回來了 有啊有啊 就去外面成家立業 是不是 像這種鴿子 他們會覺得說 其實這種鴿子又沒用了 他們不回來沒關係 就是省下飼料的錢 喔 省下 走了也好 所以我們公司研發這套產品 就是要推翻老一輩人訓練鴿子的一些經驗 配戴我們的產品 可以知道說 就是鴿子全程 他你從你帶出去 假設從台中帶到台北放 他鴿子飛回來 他的整個飛行的路程 那在這段飛行路程 你可以知道說 有配戴這隻 有配戴我們產品GPS的鴿子 他整整段路程 假設從台北飛到台中 他可能只需要兩個小時的時間 那為什麼這隻鴿子 他飛回來的時間 要四個小時五個小時 那就從這中間可以知道說 他鴿子是有沒有飛去偷懶 就飛去休息 等一下 好嚴格 不是不是 等一下 你確定他可以知道說 他在哪裡偷懶嗎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問你喔 他就有點像是追蹤器 那這個我老婆可以把他綁在我腳上嗎 哈哈哈哈 就是可以記錄 他鴿子飛回來的整個歷程 歷程 然後飛回來是往什麼方向繞啊 就是人家鴿子平常假設是001的鴿子 對 他飛行是飛一整個 就是飛直線 那這隻鴿子002 為什麼他他飛會繞圈圈 嗯 就是可能從台北他可能又往 就往基隆飛 然後再往回飛之類的 對他就是我們產品就是紀錄都會全程 紀錄鴿子整個飛行的那個路徑 因為其實他這個也是有可以針對說 鴿子對鴿子他每天要給的飼料量要多少 飼料量也可以從從這個去叛變嗎 對有 因為像訓練鴿子訓練的話 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他們自家鴿舍 就是鴿舍撈飛 然後還有一種就是說 定點放飛 等一下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懂 什麼叫鴿舍撈飛 鴿舍撈飛就是從他的自己的鴿舍放出去 放出去 然後在他們的鴿舍上空放飛盤旋 哦 就是要放飛 對 這是平常可能鴿子在還沒有 就是還沒有很成熟的時候 他是以這樣的方式去訓放 那等養了幾個月的時間 可以飛行比較長遠的距離的話 他們就是陸陸續續會沿著台中 可能會往5公里10公里甚至30公里 就是慢慢拉遠 對對對 因為我們台灣的賽事 他還會有出海的鴿子出海 比賽回來的 所以他們有可能會也會放到出海 就是說可能海上這樣出海幾公里 30 100這樣飛回來 然後記錄整整段的路程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台灣有多少歌聲 從北到南應該上千個吧 上千個 超多耶 然後我們產品有推 有推去像中國大陸啊 歐美啊 它其實世界各國還蠻多 洋賽哥的 所以這賽哥的商機 它一年是會比賽很多 很多賽事嗎 像台灣的話 春夏秋冬四季都很在比 春夏秋冬都很比 然後像歐美的 中國大陸 它其實要看那個各個縣市 對 就是他們自己去看季節 看有沒有什麼 他們自己覺得OK 要辦比賽的 他們才去辦 對 我今天才了解 但我們講這麼多 我想要看一下 你那個腳環是就很小一個嗎 對 我們這個嗎 對 我們產品 我看一下 我們這是套裝式的 唉唷 就是連讀取跟電池充電的整套裝都有 它會不會很重啊 我們腳環 實際就是搭配電池起來4.5克 我跟你講 超輕 因為你知道鴿子就小小 你再放一個很重 它飛不起來 對 真的很輕耶 4.5克 所以這個旁邊的 這個就是你的充電器 對 哦 它是賣 所以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科技 它可以搭配APP 對嗎 對我們現在軟體就是可以支援Windows系統 然後Mac 然後還有Enjoy的手機APP都有 都可以搭配就對了 對 即時觀看就對了 iOS目前還在開發中 iOS很貴 可是它可以Mac啊 iOS開發 因為它跟蘋果一些有要配合一些 也會比較麻煩一點 對 各位這真的是還蠻特別的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充電器 充電器 GPS腳環電池充電器 那我們在充電的時候 它會亮紅燈 充飽電會亮綠燈 讓使用者比較好明 那怎麼裝 怎麼裝在那個上面 那我們充飽電的時候 把電池拆下來 對 直接套路 裝入我們的GPS腳環扣上 那就可以直接進入到設定 或者是直接配戴格子 好 那我問一下 它有防水嗎 它有防水 我們有通過SGS IPX7的認證 那這個是平常 我們這套產品 平常提供給一些歌友訓練用的 我們還有跟一些歌會配合比賽的話 我們有推出另外歌會模式的比賽系統 那它差在哪裡 差在說它歌會比賽系統 它是要放飛 就是鴿子跟我們腳環是要做比對 比配的 然後可以知道說 可以知道說回來的時候 它知道哪一隻鴿子 是配哪一隻鴿子的 我跟你講我講那麼多啊 我剛剛旁邊啊 聽到很多鳥的聲音 是鴿子嗎 對 真的 我跟你講我們講這麼多啊 直接來放 要不要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反正你今天目的不是就要放鴿子嗎 我就要放Tim嫂鴿子啊 來你的手拿出來 我們講那麼多 我們現在來放一下鴿子好不好 好走 我想要請問一下 那個鴿子 要怎麼樣訓練它回潮嗎 其實鴿子 每一隻鴿子 牠本身就 微吵心 對 所以牠從小到大 牠只要在這個地方長大的話 你只要放出去的話 牠都是會回到原來牠出生長大的地方 只要是天氣好的情況下 就是牠一定會 找到回家的路 那天氣不好呢 天氣不好 牠可能會晚個幾天才回來 喔 還是會回家就對了 對 還是會回家 等雨停這樣子嗎 對 可能啦 如果是 像剛講的 出海的話 牠可能天氣不好 牠可能就是 回不來 喔 真的還是有這樣的風險性就對了 了解 但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 一般 我們等一下會把那個腳環放上去的時候 會兼具過一個設定 那我們今天就兩個 一個是我從這邊的放 我從這邊放 牠會回哪裡 回家吧 對 牠會回家 回家 牠的家是來工廠嗎 對 好 好酷喔 我們就讓牠這邊放回家 但第二個是我等一下要去台中山景OLED 那你跟我一起去 我們在那邊再放一次 好不好 好啊 然後我想要追蹤那個台中山景OLED 牠的那個路徑 對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好酷喔 好耶 那我們來放 有鴿子 可是我不敢 我叫廠商弄好了 我看一下 真的有耶 鴿子 所以你們會不會有一種心情是說 有可能你放出去 牠就再也不會回來了 就是像天氣不好的話 其實如果是我們跟一些歌友 他們自己要尋放的話 他們也是會依照天氣 對 看有沒有下雨啊 是不是風很大 他們會依照那天氣去判定要不要放 我發覺到牠這個設計啊 牠這個設計其實是真的是有設計過的 就是不會太緊的那種感覺 你有發現嗎 我們是 剛才想說把那個洞那麼大 我沒有想到真的就剛剛好 對 我們設計裡面是剛好配戴牠鴿子 公環上 就剛好扣在牠的公環上 所以你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你們都有去大概量一下鴿子的這個角度 對 因為這樣飛牠鴿子腳縮也不會影響到牠的 翅膀 對 飛行的一些歷程 我了解 我要放鴿子勒 哈哈哈哈 我問一下為什麼牠剛剛飛出去以後 牠往那邊走以後就繞了兩三圈 牠鴿子其實放出去會繞圈 是在尋找牠的家的路線 所以牠繞圈在搜尋 對 路線 方位 方位 所以牠那一件 那個以手機來講 牠那一件 鵝螺儀跟指南線 是不是 牠們會有自己的方向感 對 牠們會有自己的方向感 就是說牠會繞個幾圈 就知道牠家的方向是在哪一邊 牠就會直接往那個方向飛 好聰明喔 所以鴿子其實是Google Map吧 牠們會送到這裡 牠們會有 B 牠們會增滿 牠們會有些用手 牠們會建存到 牠們會有一種牠們 牠們會有高貴 牠們會有保障牠們會有 牠們會用的牠們會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再有办法才来设计我们的产品 所以我跟妳附近的亲朋好友也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我今天Tim哥开箱介绍的产品 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一定会叫Terry到下面去看 然后来回复你们好不好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